OK 所以這個感覺很重要 這個感覺很重要 所以我們已經花很長的時間在介紹角動量 好 角動量 角動量 那我們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 我們其實只用到了角動量 它的抽象的性質 這些什麼對抑子啊 什麼的這些東西 我們甚至有抽過嘛 我們連它的波函數都沒看見 OK 可是重點在這句話 它還是有波函數 它還是有波函數 所以我忘了在這個講 上禮拜跟上上禮拜跟大家強調這一點 我又把它放到有多個影片裡 我今天早上一醒來 除了覺得不想考慮這個之外 我另外就想到 我忘了講這件事情 你不要忘記了 在我們到現在為止所有談到這個角動量 除了1分之1的之外 這個Spin 1分之1 當然2分之3也是 除了1分之1 2分之3的這些東西之外 其實它的這個LX啊 事實上它就是Y跟PZ減掉Z正方PY 我好像講得太 我好像操作過度 其實選舉的時候會操作過度 操作過度呢 好像讓大家感覺到 這個LX、LY、LZ是很抽象的東西 好像什麼外星人從外面飛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欸 奇怪 怎麼早上一醒來 我們竟然在談什麼東西叫LX、LY、LZ 可是請大家一定注意 這個LX、LY、LZ 它就是角動量啊 R cos P啊 所以你要記得我們在討論的是 是電子啊 在空間裡面的電子 它的角動量 所以你的確是可以有這樣一個圖像 至少5點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在X、Y、Z的這個平面上 當然我們到現在為止都一直只有在一維 但是如果你把它很簡單的推廣成三圍 它有X軸、有Y軸 有X座標、有Y座標、有D座標 你當然就很容易就可以想像 你會有一個三度空間的波函數 叫做 這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始進到氫原子的波函數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討論這一種東西了 但是這很容易從我們過去的一維推廣過來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其實像這樣子的空間 就是這個空間大概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電子 那你在X 你揚到它的位置是X、Y、Z的正幅 就是這個波函數 那絕對值平方以後就是 你找到它在這個位置上面的幾率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你可以很容易的從一維變成三維 OK 所以我要說說 我們這個在討論的這個角度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頭 OK 所以我忘了我應該把它寫下來 就是這個LX等一下會有用到 像這個L以LX來當成例子 它其實是這個LX的這個算子呢 除了你可以寫成Y、P、Z、P、Y之外 不要忘記了 在這個空間裡面你的所謂的P就是為真啊 所以我照理講這個東西應該要能夠寫成 以第一個為例 可以寫成Y、P、Z、P、Z 當然要一個I bar 我們寫一個大概等於就好 大概一直照了就好 Z、P、Y 它應該可以寫成這樣才對啊 它應該要寫成這樣 OK 所以它不是外星人 它就是一個 那現在已經早就已經熟悉的三度空間的東西 OK 三度空間的東西 OK 好那它是無線維的 那它是一個Hilbert space等等 這都跟我們在之前所討論的那個波函數 是完全跟一模一樣 這只是推廣到三圍這樣子而已 OK 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對大家強調 這這樣子的這個角動量 就稱之為軌道角動量 就稱之為軌道角動量 好 那經過這個很複雜的推導 當然這個推導 其實你也可以找用這樣子的辦法來討論的版本 OK 只是因為所有東西都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OK 那等一下我們要用到的這個清源 很多的這個介紹就是從氫原子介紹起 你也可以同樣的用在氫原子裡頭 你也可以找到氫原子裡面的變子 它的LX、LY、LZ 用這樣子的方法來表示 所以這不是新奇的東西 不是新奇的東西 可是比較厲害的是 不管是你用這個比較一般的辦法 還是用我們在黑板上面用的這個 比較fancy的 比較好的一個辦法 但是結論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找到的這個角動量 它的這個角動量呢 事實上是量子化的 它的LZ是量子化的 它的L平方 來L平方在哪裡 L平方 好 用這一些 LZ呢 是量子化的 OK 那L平方 它的本真值呢 是L乘上L加1 這個呢 也是這樣子化的 OK 然後兩個有一定的關係 就是你的L 你的M呢 只能是-L到-L加1 一直到L 那這個 如果你在高通的時候 有高通的時候的化學 有學過那個原子的那個能階的 氫原子裡面的電子的能階 或者是其他的原子裡面的電子能階 你應該會記得有這個結果 那這個就是它放出像什麼2S2L2P2D 沒有2D 3D 就像那個就是這樣子來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 像我們下禮拜 我們就 這禮拜四 我們就會大概再介紹一下 這些化學上的符號 但你要記得這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要說的是 我們這裡很抽象 就把它寫成LM 意思就是說 它是L平方的角波數 它是L平方的這個本真派 這個是LZ的本真派 但是這個波算數就是這 就是長得像這樣 雖然我們寫的比較抽象 但是各位自己腦筋裡面 我一直講說 我們在這個量子力學裡面 各位要克服的第一個困難就是 你看到這樣抽象的符號的時候 我就說你要回歸到 它其實就是波函數 它其實就是波函數 OK 所以照理講 我用這兩件事情 你事實上是可以把這個LM 可以把它解出來的 那個波函數可以解出來的 OK 我們的課本就有 我們的課本就有 我剛本來想把課本帶來 我們在我們的課本 其實就有去解 這個LM它的波函數 這個叫什麼 它把它叫做YLM OK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我們今天會 一下以下以下會會出現 或者今天可能就會出現 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那它的作標 通常我們在表現這個YLM的時候呢 通常它的作標 會用直作標來表示 會用直作標來表示 對不起 我把它查掉了 所以這一個 我們剛剛在黑板上一直討論的這個LM 這個L比方跟Lz的這個本真派 其實是有波函數的 所以照理講可以寫成 R B 5 這個極作標 我們今天會介紹 但是呢 先基本的概念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東西呢 跟R沒有關係 所以呢 這個結果呢 它就變成YLM 這個呢 有一個圈有名詞 就叫Sephierical Harmonics 中文叫什麼 我知道 就叫Sephierical Harmonics 的函數 Sephierical就是 球的意思 Harmonic呢 就是和諧函數的意思 Harmonic 我忘了是拼 我也拼錯 但是因為課本有 所以你到時候準備的時候 就會看到 所以它是有波函數的 所以這個LM呢 是有波函數存在的 好 這個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覺得它不是新的東西 而只是我們 懶得在這個部分呢 把它直接寫出來 因為寫出來的話 很麻煩 OK 所以我們用一個比較潮的辦法 但是一個比較潮的辦法 最大壞處呢 就是感覺到非常非常受向 外星人一樣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 它其實是可以真正的把它寫出來 然後這個函數 我們這禮拜就 這個禮拜就會介紹到 它到底最基本的幾個 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這禮拜就會介紹到 不過這個時候 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如果就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那時候說 我們可以把L 特定的L的這些 這個LM呢 把它收集起來變成是一個基底 然後建造出一個線性空間來 比如說L等於1的 那就是 線索沒有 L等於0的 它只有一個狀態而已 就是0 0 所以它就異尾 因為它沒有別的基底了 那L等於1當然有三個 1 1 1 0 1負1 後面這個數就是Mz 沒有問題 所以它就有三個 所以這個空間就是三尾 那就是 當然可以有L等於2 L等於3 你要跳過2分之1 因為2分之1有字選在裡頭 我們先跳過去 所以L等於2 L等於3 L等於4 L等於5 這些加起來就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這個空間 那記得這個是無線微空間 就跟我們在異微的 我們在那個介紹那個量子力 異微的量子力學 那個 那個 異微的學定格法合式的時候 所解的那一些 所解的那些波函數 它是無線微啊 它無線微啊 不是嗎 比如說你找能量的本真派 來做基底的話 它有無線多個 雖然是可數的 N等於1 N等於2 N等於3 N等於4 它是N等於無線大 OK 那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頭 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剛剛說過這些LM 就是它的一種啊 所以呢 你這裡寫出來的 這些L等於1的 這三個機態 所展開來的那個線性空間 其實是這個空間的子空間 這我忘了講 這我忘了講 所以我們並不是在像外星人一樣 出現一個新的東西 它其實就在這個空間裡頭 把它挖出來的一個子空間 有三維的 挖出來的一個一維的空間 挖出來一個五維的空間 挖二維一個七維的空間 挖出來大於四類推 那每一個這個子空間呢 比如說L等於1 我們又用L等於1當例子 它有三個基底 所以它是三維 那我說過 如果你的這個 在這裡有寫 如果你的這個角動力 因為你的系統 如果滿足角動量守護的話 那麼第一個你的定態 一定是它的 你的這個能量的本真態 就是所謂的定態 一定也是L Lt跟L0方的本真態 所以你寫下來的這些基底 是它的本真態 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你的這個系統呢 遵守角動量守護嘛 所以你如果一開始在這個空間裡頭 你就會保持繼續在這個空間裡頭 所以你討論很多問題 就可以保持在L等於1 因為角動量守護 就是這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要把一個 短整的無線維的空間 要把它切成一小個 一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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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小個呢 就是有線維 這個小個就變成小線維 那如果說你限制你的這個行動呢 就是你討論的範圍 就只在一個小空間裡頭 那麼你要討論的 就變成是有線維的線性空間 那當然就比原來要簡單太多啦 原來這個是一個 無線維的線性空間 那當然就非常的麻煩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這一圈期 講到這裡以來 大家都覺得非常的辛苦 就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無線維的線性空間 這個本來就是很難抽下 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OK 可是等到你把它切成一塊一塊一塊的時候 用它的L的大小 來切成一塊一塊的時候 那每一塊就是有線啦 所以難怪我們上次在介紹 這個四選的時候變得那麼簡單 就是因為這些線性空間 事實上是有線維的 L等於1有線維的 L等於0有線維的 一個是0維 一個是1維 一個是3維 一個是等等等於10類 這樣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你的問題 很多問題的討論 局限在一個線性空間裡面 有線維的線性空間 就變得很簡單 我們今天會用大概10分鐘 再介紹一下 在有線維裡面的線性空間 你的整個的討論 就完全可以用線性代數來取代 矩陣來取代 向下空間來取代 好 那當然同學這樣講 那自選怎麼辦呢 哦 對對對 所以自選真的是 壞星人 所以你要記得 我們這兩件事情分開 剛剛講的L等1L等 L等0L等1 一個軌道角動量 OK 那它的空間就是我們原來的這個 三次空間 一個電子在運動的空間 所以你要想像的那個 有東西在轉 那的確也對 5點的話真的長得像這樣 只是你在量子力學裡面 看不到有一個點在那邊轉 但是它其實是一樣的系統 OK 哦 對 忘了講 那所以 你的這個 剛剛說你如果是角動量手衡的話 那麼你就會維持在一個L等1的空間裡頭 那萬一你給它力矩呢 這句話怎麼給它力矩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 5點比較容易你就施一個力就好 就有力矩 在量子力學裡面 要給它力矩有一點困難 但是假設你有辦法給它力矩 那麼我們都曉得 給它力矩了以後 它的角動量大小會增加 對吧 或減少 或變化 我的意思是 所以呢 它就會從L等於0的空間 比如說你增加 那你角動量就可能跳到L等1 再增加 跳到L等於2 等3等4 那就會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開始增加它的角動量的大小 所以整個圖像是這樣 OK 那到底怎麼樣的增加 那當然就是我們下學期要講到 它的這個Perturbation Theory的時候 通常是用光啦 你要對待一個電子 你也沒有別的辦法 又不能踹它 又不能敲它 又不能什麼 用手去壓它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電子你很難操縱它 電子非常難操縱 所以你要操縱它的時候 你要給它施力的 不是像我們在牛頓力學很簡單 就畫一個箭頭就F就好 就好 那施力就施上去了對不對 然後在量子力學裡面 你沒有東西可以對電子施力嗎 怎麼施力 電子多 OK 電子場 這是唯一能夠對電子施力的一個辦法 OK 所以我們上禮拜介紹的像這種 這個用這個 這個Stan-Galash的實驗 就是第一個你看到的例子 當你要對一個 你要跟這個電子交互作用的時候 在量子力學的世界 你唯一能用的工具就是電廠跟磁場 那這裡能用的是磁場對不對 用磁場來改變這個電子走的這個方向 給它一個例 那下學起 我們就會有更複雜的例 混複雜 你是可以對它打光啊 你可以對它做什麼事情 那你就會發現 你就有可能呢 使它的腳動量產生改變 你就可能從L等於1變成L等於2 L等於2變成L等於3 L等於3變成L等於4 你可以增加它的這個 通常一種這個施力的方法 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你的L可能只能加1 或者是減1 通常有這樣子的規則在裡頭 那就要看我們到時候 討論的辦法是什麼 所以通常不太可能說L等於0 直接跳到L等於3808 通常很困難 不是因為只是大小的問題 而是你的操作的工具 通常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說你打一個光進去 你打進去的這個光 再一次 你不太可能用力矩去討論這件事情 通常你只能打一道光進去 這個光本身如果有懸露 本身光是有那個自旋 不是自旋 那個叫做polarization 偏正 所以這個光本身的這個偏正 打進去了以後 遵守腳動量守衡 所以光對這一個電子它的影響 就只能把它的L 可能加1或者是減1 有這樣子的規則在裡頭 OK 所以它就可能比如說 從L等於1 會變成L等於2 它不能再高 你要等到在下一個光子 再中到它的時候 它可以從L等2 變成L等3 所以一間接 這個就是我們下學期 用微擾理論 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才會覺得不下 OK 所以呢 所以你的腳動量是可以增加的 腳動量是可以增加的 OK 那這個都發生在三度空間裡頭 記得我們沒有做新的東西 它就是在三度空間裡頭 但是自學完全是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曾經說過 這個自學呢 是我們做的實驗告訴我們 用這張 我們這時候說呢 這個Stand-Galash的實驗明顯的顯示呢 即使是電子是在靜子的時候 它都有腳動量 它是在靜子的時候它就有腳動量 OK 那這是一個比較一般的說法 所以因為我們在Stand-Galash的實驗呢 這個電子打進去的時候 它是沒有回到腳動量的 比如說氫原子 OK 它用氫原子呢 這個氫原子它的電子呢 是處在1S的狀態 S 基態 那S呢就是有兩個一定 所以沒有腳動量 可是呢 我們竟然還量到腳動量 你看那個氫原子 竟然還有像一個子鐵一樣 還有一個自由基球 量到啦 所以可見即使靜子 電靜子 當然不是真的靜子 ES並不是叫靜子這個意思 所以我講這個靜子 只是我們在講的時候 大家比較容易想像而已 OK 比較容易想像 它並不是真的靜子 而是L等於0 L等於不代表它是靜子 OK 不過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真的 真的想像這顆電子 如果是靜子的時候 那它還是有腳動量 那個腳動量 那當然這個時候它的L是等於0 但是呢 它還是有腳動量 那這個腳動量就是子選 OK 好 那所以這句話換成另外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電子的子選是 另外一個世界的 因為你都已經靜子了 你根本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顯然這個腳動 這個字選不是來自於 剛剛講的這個軌道腳動量 不是來自於他剛剛講的那個L嘛 因為L是X乘上PX 減掉Y乘上PY 所以它有X也有P嘛 這兩件事情要再組成你的腳動量的來源 可是這件事情顯然不是啊 哈哈 這個多出來的腳動量 顯然跟你的運動沒有關係 顯然靜子的時候也有 看你還怎麼講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外太風來的世界 外太風人 外星人 所以呢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我們上禮拜說 那這個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這個空間 是一個二維的空間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二維呢 嗯 它有兩個eigenstep 有兩個本成碳 就是你的L 這叫SZ SZ是二分之一 SZ是 這站打過來 哈哈哈哈哈 啊這可能宿舍啦 其實是平均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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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宿舍的廣播啊 好 對 那三十兩杯 放在床子 好 我讓我大聲一點 把它蓋過去 所以呢 那這個空吹 這個二分之一 資旋 那 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在實驗 在Standrash的實驗 看到的這個結果 我後來找到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 據說是Stand写給Galash的 Stand写給Galash的明信片 就是他把那個結果畫 所以這個寫呢 就是最早最早所看到的那個 兩個遮縫 不是兩個遮縫 就是兩個分機 OK 所以這個是沒有磁場的時候 這是有磁場的時候 然後他就講這個就是在跟 Standrash說 我看到這個結果了 你就覺得很好玩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竟然有一張照片是 當初 Stand写給Galash的明信片 告訴他這個實驗的這個結果 現在大家都覺得非常興奮 因為太奇怪了 這個結果太奇怪 好 但是我們用現在的觀點來講 這個就是有兩個鈣 就是你的這個電子在沒有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在攪動量等於0的時候 它的攪動量有兩個鈣 它有兩個鈣 那這兩個鈣自然就變成兩個基底 那這兩個鈣當然就是攪動量的 eigenstake 它的本身鈣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是基底 來展開一個二維的空間 可是這個二維的空間跟剛剛講 這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般講就是靜止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我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想要一定要告訴你們 所以表示它是靜止的 所以剛剛的這個二維的空間 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再一次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L等於0 L等於1 L等於2 L等於3等於4 這些L0有整數的這一些就是空間 就是我們的三度空間 可是如果你是自選是1 2 的 包括2 3 2 3 當然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是2 3 所以這個清晰物上 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人用過 但是1 2 的話 那這個空間是多出來的 這個東西物件是多出來的 並不是在這個空間裡頭 並不是在這個空間裡頭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事實上是可以證明 事實上是可以證明 如果是在三度空間裡頭的話 你的L不可能是半整數 這個是可以證明的 這個是可以證明的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自選 你的那個對意的關係 你所適用的範圍遠超過三度空間的腳動量 然後你差不多三度空間的腳動量 所以它多出來的這2分之1的這樣的結 2分之1 2分之3 這有點像是多出來的 這是多出來的 所以它所能夠存在的空間 就是額外的空間 這個空間就會稱之為自選的空間 有些時候就把它叫做spin up spin down 那總之它就是一個2圍的空間 所以多出來 所以電子的狀態 in general 如果大家比較喜歡數學的同學 就會知道它通常就是 它的三度空間的這個波函數 再用一個tensor product 容忍我一下 所以跟這個上下的這個同學 兩個的 這個叫做tensor product 張量機 你會不會沒有關係 這個是一個專門的用語 所以你以後如果碰到的話 這個叫tensor product 這個就是三度空間的波函數的空間 剛剛你講了半天的那些 L等於0 L等於1 L等於L等於空間 那這個就是spin up 跟spin down的空間 所以電子所存在的空間不是只有這樣 它必須要在tensor product tensor你的兩維的空間 我這樣寫不對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自選向上跟下下的一個空間 是這個意思 OK 那你不喜歡這些數學的同學沒有關係 你就記得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自選的這個空間跟他沒有關係 完全是額外長出來的外星人都可以 人家怎麼講都可以 他就是額外長出來的 OK 所以他不是作用在一起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學量子物理的時候 量子力學的時候 他們常常喜歡把這個東西放到裡頭來 這應該把它寫成上跟下主成的空間這樣比較好 所以呢很多我們以前常常喜歡把 如果是老一輩的教科書 常常喜歡把這個東西把它呈到裡頭來 就真的不用呈的 他就把它叫做spin up x 跟spin down的波函數的 x 然後把它寫成一個這樣 不過現在這不流行 這樣寫的有點看不太懂 有點沒什麼用處 但是呢老一輩的教科書 我那時候念的時候 常常喜歡把這個波函數 把它呈到這個spin up跟spin down 然後就說這個呢就是電子的波函數 電子的波函數不是只有一個 它上有兩個 包括自選項上的波函數 跟自選項上的波函數 OK 說說也有道理 只是你這樣寫通常用不到 我還寫出來跟大家講一次 好 可以嗎 OK 好 這是第一個要補充的 第二個要補充的 第一個補充就已經算完一節課了 好 來 第二個要補充的呢 是我們上一次 所以那上一次呢 我們基本上呢 就用這樣子的辦法 來討論在這個二度的空間 所以這個自選的空間 是一個二維的空間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一個 像這樣是最適合不過的 因為所有的線性代式 都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表示二度空間 二度空間 二維空間 不是二度空間 二維空間 好 所以二維空間 就包括你的這個自選項上跟自選項下 乘上C1加上C2 那這個C1就會有一點點像是 有些時候也有人把這個C1叫做 自選空間的波函數 但是這樣講是有點奇怪 它指的就是你的這個自選項上 前面的乘上的這個C1的係數 這個就是自選項上前面乘上的C2 因此寫起來你的這個狀態 就可以寫成C1 C2 所以你C1越大就表示它有比較大的機會 有比較大的振幅在自選項上的部分 OK 那自選C2如果比較大 就表示它比較多的成分 所以這有點像是成分 或者叫分量 所以你這個物理的感覺是如此 因此這個就是你的空間 二維的空間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上次說 那麼所有的算子 其實都可以寫成2乘2的比正 因此我們用一些推理的辦法 我們用了一些推理的辦法 來把這個SZ給找到 把SX給找到 那這些東西如果找到了以後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們中間用了很多就是可以猜得到 因此知道多少等等等等 因為這個對於二維的空間 事實上比較簡單 所以我立刻就可以猜得到SZ是多少 我立刻就可以猜得到SX是多少 好 今天要補充一個比較普遍的辦法 如果你覺得太數學 你就不要理答你沒有關係 但我現在補充一個比較普遍的一個辦法 事實上這一些矩陣都可以 非常非常容易的就用一般的方法 把它表示出來 其實這個老早 我們在之前講到這個量子力學的 framework的時候 就已經用過這個同樣的投影片 如果你大家還記得的話 那個時候我們引進了這個非常非常有用的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Complaneous Condition 那時候我們就說你把這個I 那時候我們把它叫N 但是因為N現在要把它拿來當成是這個Dimension的關係 所以我把它改成I 這個I就是它的本徵值 所以我把本徵值做編號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所以那時候我們寫成NN相加會等1 那現在就寫成II相加 從E加到N會等1 那時候我們就說這一個看起來非常奇怪的符號 指的就是projection upgrade 投影 你如果把它撞在一個向量上面的話 它會先造成內積 OK 那內積當然就投影 然後它的方向會沿著I的方向 所以我們那時候說這個東西I會等1 那這東西非常非常有用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把它夾在兩個cat跟blade 這個中間 兩個狀態的中間 當兩個狀態做內積的時候 psi跟phi做內積的時候 我可以把中間夾一個1 因為有夾1跟沒有夾1是一樣的 1 1乘上phi還是phi還是psi 對不對 英文像一模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I呢 用這一個展開把它塞進去 於是我就變成了I跟這個做內積 這個I跟它做內積 因此得到兩個數相成 這兩個數就是psi跟I做內積 跟phi跟I做內積 OK 好 然後把它全部都加在一起 那個時候我們的上緣呢 這個是加到無限大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本真值有無限多個 我現在強調的就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變得更加 所有的物理數學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變得更加簡單 因為它的上緣是有限的 比如說剛剛的是那個字選 N就是2 那L等1的N就是3等等等等 所以N就變成是一個有限微的空間 所以所有的數學變得比以前更加簡單的做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進入一個有限微的線性空間 有限微的線性代數 所以根本不用無限大量 好 所以可以再複習一下 這個I呢 phi如果做這個內積呢 就是phiI的內積的conference conjugate 不要忘記了 Psi跟I做內積的時候 就是一個狀態跟一個基地做內積 如果你是一般的向量的話 這個就是分量 這個就是Psi沿著I方向的分量 這個就是phi沿著I方向的分量 所以這個式子就是兩個分量相乘 然後把所有的分量加在一起 內積不就是這樣 大家從小學就開始學內積了 他現在發現原來在量子力學裡面 兩個狀態的內積真的也可以寫成向量的分量的車期 這個看起來還是很偷像 所以物理學家還發明了一個有用的辦法 就是航列式 OK 就是用航向量跟列向量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ci寫成C1 C2 C3 C…到Cn 跟我們那個時候寫的時候不一樣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這個要一直…一直點下去 因為無限多維 因為三度空間是無限多維 OK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當初頭領變這個是Cn 然後一直往下 但是現在不用啦 現在是有限維 好理家在 所以你的整個就變成是一個完整的航向量 如果是剛剛講的自旋就是二維 就只有兩個 更加簡單 OK 更加簡單 那 對不起 講到一半 所以Di 我就可以寫成這個 D1 Star D2 Star D3 Star 我知道Dn Star 啊 這個就是大家說 我完全熟悉的航向量相承的內積嘛 不是如此嘛 在高中的時候就學過啦 高中有學過那個航向量跟列向量還有矩陣 在高中都有學過 對吧 只有學舉證 蛤 只有學舉證 什麼 沒有學舉證 只有學舉證 只有學舉 對 那這個有 這個這樣寫應該 你舉證就一定有這個啊 OK 好 然後所以呢 你這個 所以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跟他 那成的方法就是把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他對著他 加上他對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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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直到無限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個 應該是 你可以再想一想 OK 好 那這個 左手邊的這個呢 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寫法呢 就是你把這個D1 D2 D3 D4 也把它寫成是一個航向量 但是呢 取transpose transpose 就把它倒過來 欸 倒過來 欸 叫什麼 轉過來的意思 transpose過來 OK 所以呢 本來是直的 transpose過來就變成橫的 然後再取一個comptious conjugate OK 好 那上次說過 如果你取一個transpose 再取一個comptious conjugate 在矩陣的符號裡頭 就叫做Begelman at John OK 所以這一個符號 這件事情呢 其實可以寫成這個項量跟這個項量 這個項量的at John 跟這個項量兩個相成 好 所以整個的結論就是 量子的狀態現在就可以寫成橫向量 向量的元素就是狀態跟基底的內積 他就可以寫成分量的成績啦 或者比較潮一點就把它說是 航向量跟列向量的成績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呢 在介紹這個 介紹這個四旋的時候 就一直在用這件事情啊 比如說我們那個時候 問你如果是自旋向上的Z方向 他有多少機會呢 會是X方向自旋向上 那我們說這個機會呢 就是兩個人內積 我怎麼算內積 你們發現就是我就是把他的兩個 10跟11把它寫在一塊 我先用了 還沒有推倒 可是我就先用了 可是太自然了 所以你用的時候 你們上禮拜也沒有人抱怨嘛 OK 但是你看 我就是把這個跟這個做內積 那我知道他就寫成10 他呢就寫成11 我就直接成了你們也沒有人說話嘛 為什麼沒有人說話 因為很自然啊 OK 所以這個結果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得到的那個結果 剛剛得到的結果 在二維裡面就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 大家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真的內積 你就真的可以把兩個行向根 就把它沉在一起就對了 OK 因此所有的量子力氣都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啊 量子力氣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難怪上禮拜好像大家都有聽懂的那樣子 真的很簡單啊 真的很簡單 好 那再來 不只是行向內積可以這樣幹 我們在上個禮拜呢 還做了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就是把A 我們上禮拜呢 還做了這個蒜子 把它夾 把蒜子把它寫成一個矩陣 這件事情呢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在還記得 我們那時候曾經把這個蒜子 做 把它夾在兩個狀態的中間 夾在兩個狀態的中間 那時候我說這個意思呢 就是你的這個A作用在它上面形成了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在跟Phi呢去做內積 所以這個符號呢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可以 那時候我也做了這件事情 就是你在這個中間夾一個E 在這邊夾一個E啊 我可以啊 有什麼不能 我因為我夾一個E了以後 E乘上和賽還是Psi啊 但是我夾進去的這個E 我現在就可以用剛剛的這個展開 把它放進去 在這裡 我掉了一個 對不起 這還有一個Psi 不知道為什麼掉了 好 腦筋裡面想像這樣一個Psi OK 好 那所以呢 我這樣子夾進去 前面呢也可以再夾上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Projection Outbreak的球盒 但是我如果寫成這樣的話 我可以把這一個I跟這兩個球盒呢 把它拿到最外面去 這個這裡Psi有回來 這裡少了一個Psi 我可以把這個球盒呢 把它提到最外頭去 這個I就跟這個Phi 牛腦枝你又見面了 所以I跟Phi呢合在一塊 就變成是內積 J跟Psi掉了這個Psi見面了 它就變成是一個內積 中間的這個呢 A就夾在I跟J的中間 那這個意思就是 A作用在J上面 然後跟I做內積 OK 那你立刻就認出來 這個Psi跟J的內積 就叫做CJ啊 有沒有 分量啊 就是上一頁 我們在用一個航向量 來代表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說你用這個分量來代表他 CJ C啊 OK 好 那同理 左邊的這一邊 Di star 其實呢 左邊的這個Phi跟I的內積 就等於倒過來的 Compers Conjugate 倒過來以後的Phi就是Di 中間呢 中間這個傢伙我們就把它叫做Aij Aij 就是呢 算子的右手邊跟左手邊各夾一個G底 左邊是Ig底 右邊呢是Jg底 當年我不敢這樣子大聲講 現在可以大聲講 A放在中間 左邊夾一個Ig底 右邊夾一個Jg底 左邊做出來的這個傢伙 我就把它稱之為Aij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Aij呢 就把它擺成一個矩陣 可以嘛 對不對 高興嘛 為什麼不行 所以呢 Aij我現在就可以寫成A11放在這裡 A12放在這裡 A13放在A1到A1N 那時候我們這個投影片也當初用過 那時候我就是還要再到無限大多格 現在不用了 再N格就停下來了 所以如果是剛剛講的字選 這根本就是只有兩個而已啊 好 一樣 那接下來的A21就擺在下面 A31就擺在下面 AN1就擺在這裡 組成一個矩陣 因此我現在算 剛剛算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我現在算的這個東西 就可以寫成一個矩陣夾在中間 代表Phi的航向量 放在右邊 代表Phi的航向量放在左邊 然後把A的矩陣夾在中間 各位 第一次見面 不應該不是第一次見面 這個就是你要算的這個東西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一個算子可以視為一個矩陣 就是因為當你在算的時候 其實是用這樣的方法來算的啊 OK 你真的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算啊 OK 來 想一下 我當時候說這個東西呢 現在就是A作用在Phi上面 A作用在Phi上面 再跟Phi做內積 所以A作用在Phi 現在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矩陣作用在C 所以算子的作用 算子作用在一個狀態 我現在就可以想像成 矩陣乘在航向量上面 好 矩陣乘在航向量上面 可以嗎 所以矩陣乘在航向量得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航向量 這整個誇起來是一個航向量 那這個航向量再跟它做內積 自然它的意思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之前講的那些全部都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矩陣的數學 矩陣的數學 好 最後一個結論最重要 那這個矩陣怎麼樣子來算 這個矩陣是把A夾在兩個基底的中間 現在我這句話可以講個白白的 可能直接講出來 所以矩陣這個矩陣的矩陣源 就可以以矩陣夾在兩個基底之間的 這樣子的方式來計算 矩陣夾在兩個基底的中間 算出來了以後 我就可以當成是那個對應的這個 這個這個的那個矩陣的要元素 好 所以呢 如果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自選剛剛在 剛剛在算那個SigmaX、SigmaY、SigmaZ 我就可以有系統性的方法 來把它計算出來 OK 雖然看起來會比較繁雜一點 但是你如果抓到那個精神 這個東西太好算 就非常沒有要來系統 來 所以如果現在要算的是SigmaX 那SigmaX2乘2的矩陣有四個元素 所以我先算SX的E 等一下就會算S2、E2 等一下算S21、E22 的確是有點麻煩 但是系統性的一步一步一步就可以做出來 好 我們倒回來一點 我們試一個看看就好 SX的這個矩陣它如果是E1的話 那就是把你的這個SX夾在E跟E的中間 不要忘記了 E是自選向上、2是自選向下 所以我的E2同時也代表自選向上、自選向下兩圍 好 所以E就是你的基底夾在兩邊 一個E、一個E 所以自選向上、自選向上 好 那SX怎麼算 Again 你還是要用到S正S負 所以你沒有訓練這麼久 應該很容易就想到SX可以寫成2分之S正 加上S負 好 夾在向上跟向上的中間 那這個東西呈在右邊了以後 你立刻就發現 這個向上已經不能夠在S正了 哎呀 向上也是頂啊 再往上 它就沒有啊 就總統再上去就沒有了 所以蔡英文也是要退休的嘛 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任就沒有了 剩下的就是S負 S負作用在上跟上的中間 那S負作用在上呢 根據我們上次的這個計算 S負是把它降下來嘛 所以是E0降下來以後就變0E 所以S負作用在這個東西上面 它是向下 當然你要小心一點它的這個係數 要小心它的係數是要… 上面上次我們也算過 S負作用在E0就直接是0E 所以它是向下 沒有係數 只要加一個2分之h bar就行了 OK 好 那一個向下 一個向上 那內積還是0 算完了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標準的 矩陣力學的計算 一個向下 一個向上 算完以後這個就能給0 所以我立刻就知道SX的E1 E1在這個角落 我知道是誰 哦 我不用動腦筋啊 動腦筋幹嘛 我從大義的到我們說這叫白癡吧 因為它有系統性的方法 白癡都會酸 好 來 再白癡一次 那1 2呢 右上角的那個要元素的矩陣源呢 那一樣啊 你就把SX夾在兩個基底的中間 哪兩個基底 1 2 所以是2放在右邊 1放在上 左邊 所以是2分之S正F加S負夾在這兩個的中間 我現在可以講得快一點了 現在是S負坐在上面 不能夠再向下了 它已經向下了 被S負還在向下 已經沉輪到再沉輪 就不能再沉輪下去了 所以這個不是 第一項反而不是0 因為S正呢 作用在向下 然後把它反過來 就變成 哦 對 就變成上上了 OK 好 所以S正作用在一個向下的 就變成向上 那左左邊是向上 所以是向上跟向上 自行為向上跟自行為向上做內積 嗯 所以算完了 2分之H8 OK 所以右上角 2分之H8 好 那你自己去玩 所以你可以算SX的2 1 看一下第一項就好了 SX呢 就是2 1 所以1向上 2向下 夾在兩個element的中間 SX2 2 兩個都向下 算出來的結構 所以你四個都算完了嘛 這就是所謂的白癡法嘛 什麼都不用想 你只要把公式帶進去 最後的結構就有 0 是SX就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SX呢 這一次 剛剛算出來的是0 這個是0 這個是2分之H8 所以這個是1 然後你如果另外兩個人算出來 反正這個 同理SY也可以照用同樣的辦法上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很好玩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這一個東西呢 就被叫做矩陣圓 剛剛講的這個東西呢 在這裡對不起 倒過去了 這個東西呢 就被叫做矩陣圓 在我們專業的術語裡頭 以後我們就會把它叫做 matrix element 這就叫做矩陣圓 矩陣圓 OK 原因就是它真的是矩陣裡面的元素 它因為就是你用來表示把一個算子 看成是一個矩陣的時候 這就是它的矩陣圓 可以嗎 好 是1分鐘 要不要不1分鐘 來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再休息 但是再給我3分鐘 我再講一件事情 我會不會覺得很抽象 會不會覺得很抽象 自選向上或自選向下的抽牌 蛤 X跟Y跟Y 再來一次 X跟Y跟Z啊 都會有一個自選向上或自選向上 對對對 你問的不是這裡的問題 你問的是上禮拜所說的 你每一個 因為SZ呢 我們已經很清楚 它有自選向上 自選向下 對不對 好 自選向上 自選向下 那你在 你如果去測的時候是測 那個 把這整個機器轉一個角度的話 那它自然也有它的自選向上 自選向下 OK 好 所以這就是上禮拜我們說 SX呢 也有一個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那個狀態呢 就不是我們的spin up跟spin down 就不是1001了 OK 就不是1001了 所以呢 我們給它一個新的符號 就叫做X上跟X下 有沒有 記不記得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把Z也寫清楚 所以呢 我們的1001是Z向上 Z向下 OK 但是你如果把機器轉一個角度的話 你同時你也可以想辦法去測量 在X方向的自選角動量 它的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然後那個自選向上就不能叫做X了 你就不能叫做Z了 就跟原來不一樣 然後它就變成是X向上跟X向下 可以嗎 OK 那這兩個狀態是誰呢 這兩個狀態是誰呢 我們上禮拜不是介紹 我們不是去算了XX的本真碳嗎 那你轉過來了以後 這一個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就是剛剛講的SigmaX 我叫SX SX它的本真碳 因為我轉一個角度 那它應該還是轉過去的那個角度的角動量 它的本真碳啊 OK 所以我們上禮拜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算這件事情 就是算你的SX如果寫成這樣子的話 那它的本真碳會是誰啊 那這個本真碳呢 它的本真值果然就像你說的 它就是2分子H bar 你跟負2分子H bar 所以你還是可以說 它是在X方向角動量的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OK 那這個顯然就是你把本來的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如果你有辦法把它轉過來的話 那就是這個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可是你既然你轉了 它相對於原來的自選向上跟自選向下 就不是一模一樣了 所以我才會要解這個X 自選向上 那個本真值如果是2分子H bar的話 那麼這個傢伙就是它 那我算出來的結果它是E 自選向下E負1 OK 所以我可以寫這個式子 如果你看懂這個式子 這個X向上的這個狀態呢 就是原來的自選向下跟自選向下的疊加 中間是加而已 那這個自選向下就是因為是E負1 所以就是它跟它相減 那有了這個結果了以後 很多東西就可以算了 比如說上禮拜我們就算給你看 如果說你已經找到了一個Z 它是自選向上的tile 那我再去測它的那個X方向的自選角動量的時候 你測到它是自選向上的機會會是多少 答案是分塔2分之1 就比方 那如果測量到的是Z方向的自選向上 你測量到X方向是自選向下的機會是多少 答案是分塔2分之1就比方 所以我才說你有了剛剛講的這些矩陣了以後 你幾乎所有人都可以算 好 如果還有問題我們下課也可以再說 anyway 所以 來 所以我很快的說 你們可以回去再慢慢看 上一次有同學問的 那個翁俊玉問的adjoint 那個adjoint 這個adjoint為我們這個 我們那時候的定義的方法就是 你從剛剛得到的這個結果 這個矩陣夾在C1 C…的航向量 跟這個列向量的中間 一般的說法就是你把這個矩陣 承在他上面再去跟他相承 但是你也可以把他承在他上面 再跟後面相承 對吧 因為你既然寫成這樣子 你們熟悉的這個矩陣的這個乘法 那麼這個矩陣你可以先跟他相承 這個乘上他的以後就變成是一個列向量 這個列向量再跟他相承 也可以啊 現在你就看得非常的明白 這個A你可以往右邊做 你其實也可以往左邊做 因為你寫成矩陣的符號了以後 往右邊做也可以 你可以往左邊做也可以啊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的寫的時候就會把這個東西呢 作用在左邊 你可以直接相承 另外一個表示的方法就是 你把他放進去他裡頭 他既然是Complest conjugate加transpose 我就把他也變成Complest conjugate再transpose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吸到裡頭去了 所以這個式子我就可以改寫成 他的Complest conjugate transpose 乘上他完了以後 再做Complest conjugate transpose OK 你自己推導一下就知道這個事情 這件事情知道這件事情是對的 OK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把這件事情想像成A 作用在他上面再跟他內積 你也可以想像成A的Dagger 跟他作用了以後再跟他做內積 這兩件事情都會是對的 這個像這一個傢伙 這個算子就叫他的A Joint 那現在你就看明白他的定義是什麼 他的定義就是Complest conjugate再transpose OK 這是回答你當初很久以前問的問題 OK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有點抽象的話 等到有空的時候再慢慢看就好 這個大概不會考 不會考 好 最後再給我兩分鐘的時間 這個跟台大的考題有關係 我們好久沒有講到台大的考題 因為我發現 後來才發現好像大家現在不去考試了 都要退陣 所以考題反而失去了他的這個效益 有時候可能很多沒有人要去考 他們要考試了 那這個是台大的一個題目 來 這個題目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寫法 這個A 這個算子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酷的一個寫法 還有一個非常酷的寫法 這個很酷的寫法就是你把這個A 左左邊放一個E 右左邊放一個E 哇 我高興嘛 好 無聊嘛 考試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寫 我右邊放一個E 後來放一個E 那我放兩個E了以後呢 E 就是I identity 那麼 identity就可以改寫成 projection-operate-completion-condition 左左邊也可以幹同樣的事情 於是我把這兩個sum 把它提到最前面去的時候 這個A 就變成夾在兩個I跟J的中間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A加在兩個I跟J中間 就變成是一個數了 所以一個數就可以拿到最前面去了 所以就變成AIJ 現在這個projection-operator的兩端就不 所以這個J留下來 這個I留下來 我們就把它兩個擺在一起 OK 所以這個A我還可以表示成這個樣子 夠酷吧 所以擺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這個就還是projection-operator 但是不完全是 它是你把你的這個J 這個是I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的 兩個是不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我們本來如果是兩個一樣 I I 我們說他就是把一個向量裡面的 I的成分拉出來 然後再乘上I自己 之後投影 現在不是喔 現在如果是J跟I是不一樣的話 他就是把那個向量裡面的 J成分抓出 向量抓出來 然後乘在I上面 所以這個結果就會讓你把一個狀態 改變過來 本來是J狀態現在變成I狀態 所以本來是projection-operator 現在就叫做改變operator 他把J改成了I 你不相信我們剛剛的SX 我現在就可以用同樣的辦法 把它寫出來 剛剛的SX不是0110嗎 那我如果用這個方法來寫 就表示他是A1111 A1212 A22多個意思 OK 那因為A11是0 所以沒有 A22是0 也沒有 所以唯一有的是這個A12 所以這邊對義到了左邊就是1 右邊就是2 所以是112 左邊下面也有 這個是21 所以這就變成2在左邊 1在右邊 那如果22的那個projection-operator 就是0 因為這裡是0 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也可以寫成下上上下 這個寫法很有用 因為他會把下的這個狀態改變成上的狀態 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把這個算子 把它呈在一個一般的狀態上面 一般的狀態我可以寫成上太乘上C1 下太乘上C2 對不對 我們從一開始講 你看我如果把它呈在上面的話 展開來有4個項 他乘上他再加上他乘上他 再加上他乘上他 再加上他乘上他 總共有4個項 這4個項裡頭只有2個項不為0 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呢乘上他的話 下上兩個相乘 一個下 一個上乘在一起 注意看到沒有 他乘上他 一個下 一個上 這沒有啊 正交嘛 這個向下的太跟這個向上的太正交 所以他乘上他等於0 但是他乘上他不為0 對吧 因為向下 他這也是向下 所以兩個在一起就變成1 1 他是向上 所以就變成C2 向上 他乘在後面的第二項 他乘上他 向上 向下 兩個內積了以後是0 正交 所以這一項也沒有 唯一有的就是他乘上他 他乘上他呢 向上 向上 兩個內積又變成1 所以C1 留下來的左手邊 就是下 C1 下 OK 好 算完了以後再仔細看一眼 原來的狀態呢 是C1 向上 加上C2 向下 現在呢 作用完了以後 變成C1 向下 C2 向上 哇 這個奧侯特超厲害的 這個奧侯特呢 可以把你的這個狀態呢 從 向上的變成向下 向下的變成向上 如果以後有同學要去學那個 以後有同學要去學那個明太物理的話 這個都是明太物理最常用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把一個自選轉過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可以把一個自選轉過來 所以這也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個矩陣的右手邊跟左手邊 這兩個傢伙是負責把東西轉過來的 這兩個傢伙是剛成本成態 這兩個傢伙是把東西轉過來的 是把東西轉過來的 好 所以這就到了台大的這個考題 台大的考題呢 他說呢 這個box 這個題目是寫成這樣 寫成這樣 我們就稍微念一下就好了 他說一個box有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可以分別 可以放在左手邊跟右手邊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間隔 對不起 有點草 我們這邊先不休息 我早點再講十五個懂不下一個 好不好 既然是台大出的題目 他才會認真對待一下 所以你看他這個題目就是說 你的這個box有兩個空間可以放例子 要不放在左邊 要不放在右邊 那左邊左邊右邊呢 兩種用一個這個牆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顆例子如果在右邊 我又把他狀態寫成L 如果在左 想法 如果在左邊我就把他叫做L 我如果在右邊我就把他叫做R 所以Agent 它是一個二維的系統 就把我們的心向上跟心向下是一樣的 只是這裡不是腳動量 但是他一樣是一個二維系統 所以呢 他說他的H 他的H 他的Hermitoneum 就可以寫成Delta LL LR R L R L R OK 所以呢 剛剛跟這個東西做一下對照 這個LR 他的意思呢 這個Hermitoneum 就可以把一個 這個能量就可以把一個右手邊的粒子 擺到左手邊去 這個LR就可以把一個L那邊的粒子 把它擺到左邊去 所以呢 有這兩個項 就表示說你的粒子呢 可以從左邊穿透到右邊 你也可以從左邊穿透到左邊 所以如果沒有這兩個項的話 你的粒子裡面只有LL 只有RR 那就表示這兩顆粒子呢 永遠都會維持在LL 左邊的就永遠維持在左邊 右邊呢 就永遠維持在右邊 兩個不會有熱的影響 但是因為這個牆不夠厚 他只是一個很薄的牆 所以粒子會透過去 會透過去 所以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就有L可以變成R 就好像我這裡的東西一樣 R變成L 好 所以這就是他的Hermitoneum 這是他的能量 現在他要你算 然後你問他要算什麼 他要算這個Hermitoneum 他的本增碳 能量的本增碳 這是能量嗎 要算能量的本增碳 哦 所以你要把這一個H呢 把它寫成一個矩陣 你要把這個能量寫成一個矩陣 那這個矩陣怎麼寫 你就對照一下我上面講一下 LL 那就表示 他對應到的前面的係數 就是那個矩陣的E1嘛 如果你把LR是成1跟2的話 那麼LL他就對應到E1 前面的係數根據這個 LL 對面前面對應到的係數 就是H的E1 左上角 LR 那就是1跟2 所以就對應到右上角 他前面的係數就對應到右上角 前面係數是多少 DL多一樣啊 那Delta乘上這個加上Delta乘上這個 Delta乘上這個再加上Delta乘上這個 所以四個係數都完全一樣 OK 所以這個Hamethonin 這個矩陣寫成什麼 這個能量就可以寫成Delta的E1 寫完 所以這個Hamethonin 這個能量就可以寫成Delta的E1 好 再來就會了嘛 那這樣子的一個能量 我能不能夠算他的本真態 那你就會啦 對不對 一個矩陣的本真態就非常容易算 算法就如同我們那時候在算SX的本真態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辦法 在這裡 OK 好 到底那就是一模一樣的算法 OK 所以這一個題目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提出來就是因為 他的這個LR的這個關係呢 事實上跟我們的E2的這個狀態 是非常非常非常相關的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出得非常好 因為一般考這個近代物理 有些時候不見得會喜歡考這種 這個扭纖維的矩陣的這個表示法 但是他還真的考了 請記得這個H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好 題目在這裡 所以要你Find這個能量的IdentState 還有它們相對應的這個能量的本真值 本要的真值 OK 那你就要記得寫成這樣子的形式的時候呢 你的H 事實上就是Delta的E 因為LL的前面的係數就是左上角的這個element LR就是右上角的element RL就是左下角 RR就是右手邊的最下面的這個 因此你就可以寫出它的矩陣 OK 好 所以這個討論我希望大家能夠留一點點感覺 有一點點興趣 嗯 OK 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討論的方法 通常是你在學那個content method theory的時候最有用 那個寧態物理的時候最有用 因為在寧態物理裡頭 非常有用的一個系統是磁性 就是自選的磁性 自選的磁性 所以你常常要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像高溫超導體 或者是其他這個quantum Hall effect 量子霍爾效應的這些問題 它事實上都必須要把那個 以每一個電子它的這個自選的行為 都要用這種方法來描述 OK 其實非常有用 所以現在有一點點概念就可以了 如果有機會就會自學再仔細一點 那在我投影片裡面還有兩件事情 你可以參考的 當然這數學都比較繁雜 你就知道可以算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現在我想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 這個Z方向的角動量 還有自旋向上、自旋向下 剛剛我們已經推廣到 你如果轉90度的話 也可以有自旋向上跟自旋向下 所以我們已經把這兩個狀態也找出來了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別的角度 可以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次 SigmaZ是這樣 對不對 我轉90度就變成SigmaX 那我可不可以轉一半 我一定要半 就轉一個角度可不可以 可以不要 甚至你不一定要在這個Z跟X的軸上面 你可以在任何的方向 其實你都可以去算它的角動量 就把剛剛的那個Standglash的儀器 轉一個角度就好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如果你真的對這樣的討論有興趣的話 這個是我從那個MIT的那個教科數上面 相對應的把它Copy下來 你只要看一個式子就好 你猜也可以猜到這怎麼算啊 怎麼算 你就把那個你轉的那個角度 比如說Z是這個方向 X是這個方向 你要轉這個角度如果在這裡的話 他投影在這兩個方向 這個有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我就把它叫做N 就是N在這裡 NX NY NZ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角度也寫下來 各位同學 你把你的Sigma 你的那個S有三個 SX X Y Z 所以你把你的S的這個向量 把它乘在N上面 他不就是投影在他的方向嗎 所以有一點看不太清楚 但是你把這個S跟N做內積 所做出來的這個傢伙 就是沿著那個方向的角動量 哦哦對啊 所以想起來很簡單啊 再一次你的S是一個角動量 是一個向量 你把這個S投影在N的方向 N就是你現在走到討論的那個角度 你把它投影在他那個方向 乘完了以後所得到的這個結果 就是那個方向的角動量 所以X Y Z只是我們習慣 那我所得到的是奇怪的一個方向 當然也可以啦 好 那這個是什麼 你把N投影在他的方向 S跟N做內積的意思就是 NX乘上SX NY乘上SY NZ乘上SZ 那剛才已經講好了 S是2乘2的矩陣 這也是2乘2的矩陣 這也是2乘2的矩陣 那這個是數 這個是數 這個是數 這加起來還是2乘2的矩陣 哦 所以所有的角動量 任何一個方向的矩陣 都是一個2乘2的矩陣 你不相信他有算出來的給你看 在哪裡 在這裡 算完以後在這裡 2乘2的矩陣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去算 某一個特定的角度 他的Spin Up跟Spin Down 這個狀態長的什麼樣子的話 你就把它做本真值的分析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新的角度的角動量的 自旋向上跟自旋向下 他就是這個新的角動量 2乘2的矩陣的兩個本真看 你算完以後兩個本真值一定要是 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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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你算出來不是的話就麻煩你算錯了 OK 好 那我們的這一次的習題 有一題就是要你算這個 他沒有推倒前面這個部分 他直接把這個給你 讓你就算他的本徵值都能看 這個不用交 要指紮 這個皮不用交 但我會把解答直接放在上面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他為什麼要去算這個東西 其實原理就在這裡 OK 好 好 最後 剛剛講的事情一直是在二維的空間 spin up spin down 是一個二維的空間 那三維的空間可不可以 L等於E的可不可以 可以啦 OK 我修一下給大家看 如果是在L等於E的這個空間裡頭的話 那有三個基底 11 10 1負1 所以你寫下來的話呢 各自前面有一個技術 用它們來展開一個三維的線性空間 那這個就是所有的L等於E的東西 所存在所生活的那個線性空間 就在這裡頭 因此我就可以把它寫成C正 C0 C負啊 OK 當然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又變成一個三維的航向量 OK 所以變成三維的航向量 那麼你就可以開始去算 它的S正體 S負到底是多少 你也可以去算它的XX跟SY是多少 我只把結果告訴你 你的S正會是這兩個地方有element 因為這兩個element呢 這個左上角的這個會把 應該怎麼講 會把最下面的這個呢 我看對不對 不對 它會把中間的這個把它拉到上面去 這個會把這個拉到上面來 這個呢會把下面的拉到這裡來 這是我的計法 每一個人可以有不同的計的方法 但是這個是把中間的這個往上拉一格 S跟它2呢是會把這個往上面拉一格 001變成010 這個是把 0 沒錯 這個是把001變成010 這個是把010變成100 所以其他都沒有 因為S正沒有其他的作用 所以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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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己驗證 OK S負呢類似 它是往下降 所以這裡是根號2 這裡是根號2 把兩個加在一起SX 對不起 這應該不叫S了 這應該叫L 我可能你看我頭影片亂七八八咖 所以這個應該叫做L 這就不應該叫做S 所以LX LY它就分別是一個3乘3的矩正 3乘3的矩正 那所有的故事可以再講 講一次 你可以去看它在同一個 在這個LX的方向 它的本增帶是多少 重新都在講一次 但是重點就在於 它系統性的所有東西都被酸了 系統性的所有東西都被酸了 所以矩正的辦法其實是非常非常漂亮 其實非常非常漂亮 各位不要忘記了 這樣子的力學裡面有兩個旁枝 兩個頭 最早發現的時候呢 事實上分成兩個姿態 一個呢就是宣定格的波動力學 我們其實從開學到現在為止 一直是在討論波動力學 以波動力學開始 以波動力學為主 波動力學最大好處就是 你真的可以想像得到它像一個波一樣 波是大家所熟悉的東西 可是另外一支就是海森堡所發現的 這個所謂的矩正力學 那一開始不太好算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矩正力學用在三度空間的話 它是無限微度的空間嗎 對不對 它是一個無限微度的空間 怎麼叫做矩正 當然可以 但是它不見得那麼好算 不見得那麼好算 你要用這個矩正力學的方法 來算所有三度空間的 比如說氫原子能階 比如說你要算那個 我們算半天的 無限大微能頸你就算吧 無限大微能頸都不知道怎麼算 用矩正力學 ok 用矩正力學 原則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要用這個原則去算 比如說無限大微能頸 它的這個能量的量子化 門兒都沒有 門兒都沒有 ok 但是你用波很好算啊 它就是一個鑄波就這麼簡單 ok 但是一等到用到這個自旋的角動量的時候 但你一等到開始討論自旋 電子自旋的現象的時候 它根本連波函數都不是啊 要記得 它根本連波函數都沒有啊 慢慢有波函數 它就是一個矩正 ok 所以我們整個這個學期的討論 從波函數走到了今天的這一步 算是講完了 整個的量子力學算是講完了 所以今天是完結變 今天是完結變 ok 因為所有的量子力學原則 我們從最早的情況 一直到現在的自旋 至少是走了一整圈 好處就是你發現 喔齁 原來當初在波凍函數裡頭 有討論的時候所用到的那些概念 你當初覺得好痛苦的一些概念 比如說什麼叫做本真太啊 本真函數啊 什麼叫做把一個這個算子夾在乘上一個Psi 再乘上一個Psi star等等 這些都是非在如果用波函數來想 有沒有 我們最痛苦的就是你要把一個什麼A 要把一個A的算子作用在一個函數上面 再乘上一個函數的Psi 然後才要成為一個積分 這樣子才能夠算出來他的這個A的本徵值 才是賺到的期望值 哎呦這個寫一次都快累了 都累死了 可是現在用剛剛的這個符號 就變得非常非常簡單 那其實你高興呢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蒜子 啊夾在兩個的中間嗎 那不是簡單很多 或者是你更高興你把它寫成這個 伊拉克的符號 把一個蒜子夾在兩個狀態的中間 實在是太輕鬆了 可是你不要忘記 他其實當年就寫成這個啊 當年就寫這個啊 OK 所以呢當年很痛苦的一些概念 本徵態 蒜子夾在兩個狀態的中間 這種非常非常痛苦的概念 內積都是這樣非常痛苦的概念 現在你如果用這個新的這個 量子力學的這個語言來說 就真的是內積還真的就是內積 一個蒜子還真的就是一個矩陣 就變得非常難 本徵態還真的就是本徵態 很多人在學本徵態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就是從矩陣的這個地方出發的不是嗎 OK 因為他在矩陣的這個情況下 非常非常的簡單 通常是講那個偶合震盪嘛 有兩個例子在震盪 通常是大家第一次學本徵態的概念嘛 所以是一個二維的矩陣嘛 OK 是一個二維的矩陣 另外可能是大家要在學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轉動冠量的時候 轉動冠量的時候 轉動冠量不是一個三乘三的矩陣嗎 這三乘三的矩陣你如果算到了本徵態 本徵向量的話就變成什麼三個主軸嘛 Principal Axis 不是如此嘛 所以大家在學的時候 學本徵態 本徵向量跟本徵值的時候 通常是那樣子學出來的 因為它是一個有限度的空間 二維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三維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在有限維的空間 這些概念都其實直接可以用上去 所以當初事實上很抽象的概念 到這裡其實都可以進去 OK 好 為什麼要說今天是完結篇 就是考試只考到今天的東西為止 OK 今天講的其實根本不會考啦 今天講的根本不會考 大概就是上禮拜 不要這樣笑 好像你花了很多時間 沒有開玩笑 所以呢 為了讓大家準備考試比較簡單起見 所以呢 到上禮拜考試的範圍就到上個禮拜 其實你有足夠的東西 你如果是回想一下 你就可以大概猜想得到對方式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 我會再介紹一下 不要緊張 那接下來的這些東西 我們禮拜四開始介紹新原子 下禮拜介紹這個半導體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是知識就好 科 科 還有點過分 哈哈哈哈 半導體 他那叫做周期性的位能 下禮拜介紹 所以半導體是周期性的位能 因為剛好周期性的位能最大好處是 他跟我們這個學期所交的主題 比較接近 我們這學期已經交了很多 一維的薛靖革方形式 那一維薛革方形式 如果你他的位能把它寫成周期性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這個能階 竟然變成不是能階 而是能帶 這個概念我希望能夠在這個學期 就能交給你 OK 那氫原子 因為氫原子就是氫原子 沒有人學 做物理訓練的學生 不知道氫原子是什麼 雖然不會考 但很難考 對 可以嗎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考試的範圍就到上個禮拜為止 所以接下來就可以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要慢慢開始準備考試 我會考得越簡單越 越考越簡單越 大概不會像台大這題這麼難 像台大這題其實就已經偏比較難了 台大這題 這個就稍微比較難一點 就已經偏難了 OK 所以大概不會到這樣的程度 會跟我們的這個習題非常的類似 所以準備考試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習題好好的做一做 包括不用教的那些習題 不用教的那些習題 我的解答都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就靠著那個東西來準備 OK 好 好 我們下禮拜再說 不是 不是 我們禮拜四再說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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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